百分之一的人是反算法型的,他们的行为是反人性的,也是反算法的。 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,不贪图浅层次的刺激,不断地自律和经济,延迟满足,使长期主义者,并且不断产出信用资产,包括产品、作品等等,这种人将引领社会的进步。 你是被算法型的,还是反算法型,决定了你是那一类人。 当然,虽然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已经没什么用处,但是由于社会科技水平的提升,社会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养活他们,哪怕这些人不能创造任何价值, 但出于人道主义,依然可以把他们养活,圈养起来。 这就是为什么短视频,直播娱乐,游戏产业那么发达的原因,只有这样才能把这部分人的精力消耗掉。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,人类的文明的开始,就是从圈养猪牛羊、鸡鸭鹅等等开始的,只不过那是农业文明。 我们很快就会步入智能文明,智能文明就是圈养人的文明。 二那么,未来作为一个普通人,我们该怎么办?